这几天呢恐怕来看看这一位他是最夯的 就是我们的盟主宜亚了魅力破表 在大年初三这一天呢 动物园就涌进了将近七万名游客 创下了近十年来新高 而初四宜亚似乎也太早起没有睡饱 所以一上工呢就想要跟保育员叫班 之后被爆出来呢结果不到十分钟又睡着了 园在一出场就和大家玩起躲猫猫 不想上班免得工作人员想要翘班 扭着小屁股撑了快十分钟 园仔歪形数差就停位 马上定格四肢血空打几顿来 狗追模样猛犯游客 微摇我用力摇 新年礼物小毛驴让园仔很好奇 不过注意力马上又转移到展场中的蓝筒子 把昵称蓝筒军的水桶玩具推倒再躲进去 半家家酒自嗨 请各位游客不要开放 不要使用闪光灯 公务员一再呼吁不要开闪光灯 以免惊老大猫熊 还是有不少游客缺乏功德心 没多久大概49分或50分的时候 他又睡着了 不过这样也很不错 或者说民众来那在我们的展示面这个三个资质型的动线上 民众大概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 看猫熊 那刚刚鱼要在干嘛 睡觉 上午到十点就有将近一万三千人入园 大零初三单日入园人数达到六万八千一百八十八人 创下近十年来的新高 盟主原载当真人气洪不让 这个谈论是因为新小组台北采访报道